真怀念前几天不下雨的日子 不过也只是几天而已 今年江西的天气真的是见鬼了 我感觉是下了半年的雨 几乎没有停过 大多数时间我都是在院子里面都没出去 偶尔停几天那都是为了下一次 酝酿出更大的雨 家里的动物们也只能像我一样窝在家里 它在狗窝上睡 是吗 莫莫 你跟着我干嘛 拿个小零食给他吃 吃个零食 也想吃 一个心分两半吧 这不是巧克力 上次有朋友说是巧克力 先给莫莫吃 莫莫 马丹 接住 对了 下雨天真的会影响人的心情 感觉我家狗的心情现在都比较低迷 反正它们现在是哪也睡不了 整个马达还拿我的脚当枕头 四个小猫也挤在一起睡 彻底不依赖母亲了 雨现在是越下越大了 我倒是不怎么担心我家院子里这些小动物 我更担心的是我家的那些庄稼 现在湖里面长水了 我家的水稻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等一下带大家去看一下 这个雨水一多什么都长不好 今年的葵花也长不好 种了很多别的花也没生出来 这里还有很多鸡躲在这个胶域下面 这个叶子比较大 它们当成雨棚了 哇 这个水都长到田里来了 差一点点就把我家田淹掉了 这边种的田全部淹掉了 没了 以前那边都可以狗在里面跑的 这个桂子是什么 Still 到这边 现在还没了 whatsoever 那边是大家 那边是在那边 那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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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边是 那边是 那边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到家了 外面的雨声还挺好听 家里的鸡又霸占了狗窝 这三个家伙睡过楼上来了 这个月宾还跟糯米抢睡的地方 糯米也容忍他了 晚上的雨总算停了一会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